高雄一名男子在網路上發文 他說自己周到一名年約三十多歲 不明女子跟蹤 對方跟著他去了兩間超商 甚至最後他逃到人多的圖書館 但是對方還是緊追不放 逼著他嚇得跑去跟圖書館的警衛來求救 終於甩開女子 一名男子在回家路上 被不明女子跟蹤嚇壞 在網路PO文分享自身經歷 當時這名男子從捷運站走出來 先是來到這間超廂儲值悠遊卡 他當時就已經發現後面有一名女子 但是他並沒有想太多 到了第一間超商 男子透過鏡子的反射 發現女子居然還跟著他 而且不斷盯著他看 讓他心裡發毛 男子最後來到總圖請求警衛協助 女子發現找不到警衛室的男子之後 只好欣欣然離開 五月三十號晚上七點多 二十八歲身高超過一百八十公分的陽性男子 在高雄新光路附近被一名戴著帽子 年紀大約三十幾歲的女子跟蹤 為了甩開女子 他逃到人多的圖書館裡 沒想到對方竟然緊追不放 從三樓跟到五樓 但是應該沒有太多人注意到 應該頂多警衛注意到而已 男子最後衝到一樓警衛室求救 為了證明被跟蹤 當場在一樓裝置藝術繞行一圈 沒想到對方還當著警衛的面前跟著走 他就朝保全走過來要打pass 就是說後面有人跟他 就一般直覺以為是情侶 然後在吵架或是玩小遊戲 這樣也沒有對也沒有太在意 可以先探尋他的意思嗎 當然如果他沒有表示的時候 我們就只好找所謂的公正的警方的單位 來做協助處理 民眾遇到陌生人跟騷行為 要立刻報警請求協助 切護驚慌 可適度收證 雖然男子決定不報警 但遇到類似情況 最好還是要立即求助 確保自身安全 記得蘇一庭 黃耀明 高雄報導